你好,我是蒋航佳,欢迎你每天听本书 今天我为你解读的这本书叫《纪献林,谈人生》 这本书很薄,是纪献林晚年的散文集 不过我下面要为你讲的内容还包括纪献林全集前几卷的日记和回忆录 落起来是很厚的几大本 目的只有一个,为你讲讲我读到的纪献林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 如果只看他在这本书里对人生的感悟是不太容易知道 这些话是从何而来,又指的是什么 有人说,名气是所有误解的总和 这句话用在纪献林身上很合适 在我看来,公众对他的评价基本上都是错的 有人说他是国学大师,是大儒,这就是错的 纪献林是学问大家不假 但专业不是中国古代学术 他是国际知名的东方学者 也就是研究印度学,泛语语言学的 这是很冷僻的学科 他早年也是学外国文学,写散文小说起家的 从来就不在国学或者是新儒家的圈子里 他和另一位著名的东方学者 我为你解读过的书读完了的作者金科木还不一样 金科木是擅长自学的通人 横跨多个学科,让人眼花缭乱 而纪献林是专精于自己的领域 他的学术成果众多 但都是从古印度语言里生发而来 内力深沉精纯 打个不太恰当的比方 金科木像黄药师 纪献林像红旗公 纪献林全集有三十卷,几千万字 我这次用的材料主要来自前八卷 后面大多是学术著作 看不太懂了 还有人说 纪献林是一位公共知识分子 这也不太准确 他一生里的大部分时间都专注于研究学问 对于知识分子该不该介入社会活动 他一直很困惑 提醒后辈要讲学术良心 也就是要严谨治学 守住学者的本分 到晚年 他才逐渐的谈人生和社会话题 但也不是公共视角 而是从个人回忆出发 说的既直白又恳切 几乎是不套用理论的 至于国宝、泰斗之类的称呼 纪献林曾经严肃地要求 社会为他摘掉这些帽子 还自己一个自由身 他本来是一直过着冷清的书斋生活的 在晚年才突然受到热捧 自嘲说 近年来 纪献林走鞘 是被打成了学术态斗 这也没办法 在全社会渴望文化大师的时候 老一辈名家里 只有他硕果仅存 学界地位又高 还当过北大副校长 2009年 98岁的纪献林去世 这是一个轰动性的新闻 他的学生遗憾地说 整个告别仪式 人潮汹涌 像是感庙会 毫无肃穆可言 那么最适合 纪献林的标签是什么呢 说明器来自误解 就是因为我们太习惯 用标签来理解别人 定义别人了 下面呢 我试着用纪献林最推崇的 彻底真实的态度 给你讲讲他的一生 请你自己体验完整的纪献林 我把这些内容 整理成了一份 他的人生清单 左边一列呢 来自他的日记和回忆录 右边一列 大部分是他晚年的 随笔杂文里做的 回顾和反思 如果给这份清单 取个名字 可以借用他 另一本散文集的书名 我的心是一面镜子 他在90岁时还说 什么叫人生 我不清楚 我看云云众生中 也没有哪个人真清楚 我们的诞生 都是被动的 生的对立面 并不只有死 还有别人的生 当生命互为镜像 可以映射无尽的深度 这也是我为你讲 这本书的目标 在纪献林的心灵历程里 照出我们自己的样子 我讲这本书里的散文的时候 也要结合纪献林的自传 他的自传也是好文章 他有个当之无愧的头衔 当代中国散文大家 大学者都是有性情 有人文关怀的 何况纪献林从大学时代 就开始发表散文了 前后写了80年 一共200多万字 形成了自己的文体风格 这些文章可以说是 学问在人生中的延展 在我们这份清单的第一行 当然就是纪献林的家庭和童年 我们来看他怎么形容 我1911年8月6日 生于山东省清平县的一个小村庄 当时全中国的经济形势 是南方富而山东穷 专就山东论是东部富而西部穷 我们县在山东西部 又是最穷的县 我们村在穷县中是最穷的村 而我们家在全村中又是最穷的家 说的好像他家是全国最穷的 其实他家也爆发过 他叔叔中过一次彩票 得了几千两银子 他父亲为药物扬威 要盖全村最大的砖房 买不到砖 就扬言 谁家愿意拆自家房的砖 卖给他 他出几十倍的高价 重赏之下 当然必有勇夫 兄弟俩的这口恶气倒是出了 但我们也看出 他们的做事风格了 于是到纪献林出生的时候 家里又重返全村最穷的赤贫 一年只能吃到一两次白面 纪献林是整个家族唯一的男孩 为了将来光大技家门楣 他六岁就离家 被叔叔接到济南去读书 他的成绩一直很好 考进了全省文明的山大附中 校长是前卿壮远 有名的书法家王寿章 这位壮远可能从科举里获得了灵感 规定各班级的贾等第一名 各科成绩都在95分以上的 要给予额外褒奖 全校只有纪献林达标 那个额外奖励 就是王寿章写的吉辅字和善面 称他为献林老弟 纪献林说 自己的整个高中时代 都为了维持这个虚荣而苦学 连续拿了六个学期第一 他当时并没有想过要深造 家里给他的规划是报考邮政局 拿一个铁饭碗 熬上二十年当个小官员 他是因为没有通过那次面试 才报考了大学 一下就被清华和北大同时录取了 纪献林说 我不是想当什么学者 只是因为想上大学镀金 容易抢到一只饭碗 这一段故事给我们一种启示 纪献林是天生的读书种子 这不用说了 但他早年的一切都是家里决定的 是完全被动的 我们经常谈论孩子的起跑线 天资和意志力 可以说是第一道起跑线了 人生而不平等 从这里就决定了 纪献林在这方面是一等一的 至于家长的事业 那就是第二道起跑线了 我们可以拿纪献林和钱忠书 做一个比较 因为有的可比 他俩年纪相仿 前后入清华外文系 纪献林说 我们系能出钱忠书曹瑜这样的大师 当然不是一无是处 钱忠书出身学问世家 他的父亲钱基伯也是著名学者 写过现代中国文学史 做过圣约翰大学 清华大学的中文系教授 钱忠书入校的时候 不光是才学过人 而且对学术界有通盘的了解 对自己的学者生涯也早就有规划 这样的条件几乎没有第二个人 而纪献林是标准的寒门学子 他此后的道路早就超出了家里的想象 眼前只有一片漆黑 这在表面上是信息的不同 实际上的区别是 他俩走上学者道路 有着必然和偶然之分 后来也有自由程度的不同 以后我会选本合适的书 为你说说钱忠书和杨将夫妇 他们相对纪献林这些同时代的学者 总是显得从容自如 就是因为一直拥有更开阔的事业 选择多了一些 我后面还会再说到 早年的环境影响到了纪献林的个人生活 接下来咱们再来看 纪献林的第二行人生清单 他的大学生涯 我说他入校时眼前漆黑 不是不尊敬老先生 他有本当年的《清华元日记》里讲到 自己当时没有明确志向 还稀里糊涂的想去读数学系 他有一点很可敬 就是不遮掩自己 有人建议他 作为德高望重的名人 出版这本日记的时候 最好删去一些不雅的话 像 今天去看清华对腹中女子篮球赛 说实在的 看女人打篮球 其实不是去看篮球 是看大腿 腹中女同学大腿背黑 只看半场而返 而纪献林不同意 说自己就是如此 为什么不让人知道 他回忆自己的师长的时候 也是同样的态度 说中国古话 为尊者会 为贤者会 这道理我不是不懂 但为了真理 我不能用撒谎来会 纪献林大学主修的是德文 但他认为对自己影响最大的两门课是 历史系教授陈寅克的佛经翻译文学 和中文系教授朱光潜的文艺心理学 他回忆 陈先生上课的时候 任何废话都不说 先在黑板上抄写资料 抄得满满的 然后根据所抄进行讲解分析 对那些一般人不注意的地方 提出崭新的见解 令学生觉得石破天惊 这种风范 对他产生了一辈子的影响 大学时代 纪献林经历了两件人生大事 其一是母亲突然去世 他从小有个心愿 是将来赚钱以后 让母亲吃上白面 从此成了泡影 另一件事 是作为家族单传的男丁 他很早就成了亲 生儿育女 妻子比他大四岁 纪献林虽然没有推翻 这段父母之命的婚姻 但也没怎么在家里待过 他的儿子纪成说 我刚出生三个月 他就去了德国 回国的时候 我都十二岁了 他和我母亲的关系 等于是一直分居到死 他的内心当然很丰富 但对这个家庭没有感情 纪成认为 父亲从小寄居叔父家 婚姻中没有爱情等等原因 塑造出了一种压抑 封闭 而又孤傲的性格 当然 要我看 这是家务事中的一面之词 这种婚姻状况 也是那个年代的常见现象 纪献林能坚持到底 已经算相当正派了 提这一段是因为 纪献林父子间的纠纷 曾是很有名的公案 纪献林直到晚年一日在追悔 他说 我千不该万不该离开了母亲 世界上无论什么名誉 什么地位 什么幸福 什么尊荣 都比不上待在母亲身边 对于个人的家庭问题 他觉得 爱情是人生特定阶段的事 不值得花太多时间 更不能为此牺牲事业 总之 为追求学问 他在情感和家庭上 有无法弥合的伤痛和残缺 在他的这行经历里 右面那栏 人生感悟 该添点什么呢 我觉得可以这么总结 人生总是要从糊涂 从朦胧里求明白 纪献林青年时代的日记 特别爱用一个词 一塌糊涂 既形容别人 也形容自己 他说 对绝大多数人来说 人生既没有意义 也没有价值 只不过是在昏昏沉沉里 追求一点享受 没想过自己为什么活 他是从被动到一塌糊涂 然后才在这本书里 得出了一个道理 人类的前途 在于朝一个共同理想努力 每一代人 都有自己的一段路要走 这像一条链子 每个环节本身微不足道 但这一点东西 影响了整个链条 如果人生有意义 那就是这种 对人类成前起后的责任感 如果人生有价值 那就是去完成自己这一代的任务 这个观点呢 在季县林留学以前还没有成形 他当时只是不愿意放弃 清华大学交换研究生的机会 家族里对他的支持 是觉得这是中了阳进史 将来更能大发特发 于是他留下了经济濒临破产的家 在1935年8月 自己24岁的时候远渡重阳 前往德国 原计划是留学两年 但谁也没想到 这一去就是十年 我们再来看他这第三行人生清单 季县林进的是有几百年历史的 哥廷根大学 大数学家高斯曾经是这里的教授 这时候 季县林已经熟悉了学术圈的规则 想在两年里拿到德国的博士 基本上不可能 唯一的取巧办法 是用中国题目做论文 但季县林的性格真像他儿子所说 既孤傲又倔强 他说 我立下大事 绝不写有关中国的博士论文 有的中国留学生 在国外讲庄子老子 这些中国学问 谋得博士头衔 让洋人大吃一惊 然后又回国讲康德黑格尔 我不布他们的后臣 季县林还说 我为什么非要一个博士学位呢 许多大学者 比如王国为 梁启超 陈寅克 鲁迅 都没有博士头衔 可他们是天才 用不着学位 我不是这种人 没有金光闪闪的博士头衔 就会在抢夺饭碗的搏斗里失败 平凡人的心情就是如此 写这段回忆的时候 季县林早就被公众称为是大师 国宝了 但还是有一说一 贫穷的记忆和家庭影响 让他在当时的日记里总是为饭碗问题 坠坠不安 但是为了这个博士的含金亮 他还是选了最难的范文和巴黎文 整个班上起初就他一个学生 后来和其他年纪合并 跟到最后的还是只有他一个人 范文到底有多难呢 季县林当年写道 范文真是诡造的 文法变化极复杂 最要命的是例外 每条规则都有例外 例外之内还有例外 把人弄得如无理物中 左看右看 终不知道应该从什么地方断开一个字 自己断开了 字典上又找不到 恨不能把书撕成粉碎 他为此换上了失眠 几天几夜不能合眼 骨瘦如柴 你猜他的对策是什么 他写的是 除了工作还能做什么 我反正拼上了 你失你的棉 我偏工作 他选的其他辅修课 也是图火罗文 阿拉伯文 塞尔维亚科罗地亚文 这些小语种文学 季县林一共精通十几种语言 他的博士论文 是研究一部印度典籍里的动词变化 毕业以后 他留在歌厅根担任教员 听说他要回国 导师难过不已 为什么他在德国待了十年呢 咱们算一下时间就知道了 他赶上了二战 交通断绝 回不来了 季县林说 童年自己只是吃康厌菜 还能吃饱 真挨饿 是在那个要大泡 不要黄油的德国 这留下了一个病根 回国后的很多年 无论吃多少 他都感觉不出饱来 十年的德国生活 留给了季县林 一个行为准则 追求彻底的认真和真实 他认为 德国人能在短短一两百年里 造就惊人的文化 是因为奉行一丝不苟和专注 有一个著名的德国医学专家 面试学生的时候 拿出了一副猪肝 问这是什么 学生看出来也不敢说呀 教授就给了个不及格 说 医学工作者一定要看到什么就说什么 连这点勇气都没有 还当什么医生 哥廷根遭到轰炸的时候 季县林看到一个流体力学教授 站在操场上 观察炸弹爆炸的气流 是怎么摧毁墙壁的 还自言自语说 真是难得 我的实验室 装配不起来这样的效果 季县林也看到了 德国人的另一面 他们在战争前期 陷入了极体迷狂 政治判断力很低 整个二战期间 几乎没人质疑法西斯 都显得忘乎所以 洋洋自得 每隔半年 报纸和电台就说 某个邻国正在迫害德国人 于是全国沸腾 他们把出兵占领外国 叫做抵抗 逐渐 大学里只有女生 和前线下来的伤兵 教学楼的走廊上 终日回荡着 双拐触地的清脆声响 几年以后 这个天才辈出的民族 一夜之间沦为了战败国 纪献林被大家误会成国学大师 也有个原因 他在晚年提出了 三十年河东 三十年河西的说法 大意是 西方文化在现在出了问题 世界的未来 应该被天人合一的中国文化主导 我打算为你说完 纪献林这个人之后 再为你解读一本 他的东西文化比较 批评者认为 他的观点出于民族情感 论据不足 我们看他这段经历就知道 还不完全是 他亲历了德国的二战 对西方文化有自己的批判 他的道理值得听一听 纪献林在晚年总结 人生问题不过是三大关系 人与自然的天人关系 人与人的社会关系 以及人如何平衡思想 情感矛盾的自我关系 1945年8月 纪献林34岁的时候 从德国回到了北京 这是我们为他划分的 第四行人生清单 他当时的想法 就是不考虑那么多的关系 专注地施展自己的学术抱负 当时北大有个规矩 回国的留学生 无论学历和经历如何 最高只能定副教授 而纪献林创下了 最快升任郑教授的记录 同时还兼任 东方语言系系主任 有一个原因是 当时的校长胡适 非常的赏识他 胡适到了台湾时还说 做学问就该向北大的纪献林 胡适向来关注佛教思想史 那几年在和辅仁大学校长 宗教史学家陈元 争论一个考据问题 浮屠这个词 就是救人一命 圣造七级浮屠的那个浮屠 他的母语是什么 是什么时候传入中国的 这涉及到一部佛经的真伪 他们的争论 依据都是中国古代文献 而纪献林写了一篇论文 直接从梵文 图霍罗文等古印度文献里考证出 汉语里是先有福途这个词 这是印度古代方言 之后才有佛这个词 它起源于图霍罗文 纪献林从中推断出 佛教不是直接从印度传到中国 而是从中亚间接传来的 我们知道 这个结论太重要了 从五十年代起 胡适和陈寅克被大批判 纪献林是当时国内少数能保持沉默 守住学术底线的学者 那也是他人生里的一段苦难时期 对于这段时期 纪献林有一本牛棚日记 非常有名 我就不多介绍了 他在老年时说 自己在五十七岁的冬天之后 每一天都是多活的 这是什么意思呢 因为那时候 他差一点自杀 他事先也用德国培养起来的 严谨态度推理了这件事 他说 原以为离自己很远很远的事 现在出现在了眼前 我平静地 清醒地 科学地考虑 实现这个决定的手段和步骤 我想得很细致 很周到 很全面 就在他准备夜里翻墙出校门 到圆明园去吞安眠药的时候 却意外地因为 有人觉得他态度不好 被拉去参加批斗了 他说 那晚的经历 让他毕生难忘 这本书里 他回忆那段经历的时候 有一点黑色幽默 他说 我是因为态度坏 才捡了一条命 之后的几年 他成在校园里 人人见到都绕着走的人 有个女同事帮他推过一次车 让他感动得热泪盈眶 终生难忘 他后来被平反 任命为副校长的时候 没有对谁实施过报复 在这本书里 他分析自己的心理历程是说 我是倾向人性本恶的 我也知道坏人不会改好 但我能原谅他们中的大部分人 不是我度量大 是由于我反思 假如我处在他们的位置上 我的行动也不见得比别人好 人从本能上说 就是趋吉避凶的 他以孟子的话 说这是反求诸己 我理解 这不只是对他人的宽容 也是在反思中解脱 不让仇恨绑架自己 更不让报复心耽误自己的学术研究 季献林不刻意追求长寿 他晚年的养生之道是三不主义 不锻炼 不挑食 不嘀咕 不嘀咕就是不过度关注健康 不纠结生死问题 他最喜欢陶元明谈论生死的几句诗 纵浪大话中 不喜意不惧 应尽便虚尽 无妇独多虑 从八十岁开始 他每天清早四点钟起床工作 在那以后 还连续完成了堂史 等几部开创性的学术大作 于是 我们在晚年这最后一行人生清单里 看到了这样一个纪线林 他的生活像清教徒一样简单 到老还穿着从德国带回来的羽衣 被年轻人夸时髦的时候 他才发现 原来时尚潮流是五十年一轮回 他在校园里走 被新生误认为是老校工 让他照看行李 他也微笑着答应 他表面上安静严肃 内心却是滚烫的 他总结自己喜欢的性格是 骨头硬 心肠软 怀真情 讲真话 不是丝毫不考虑个人利益 而是多为别人考虑 关键在一个真字 要做性情中人 对于人和自然 人和人 人和自我 这三个关系 他完成了最后的思考 他说 哲学家对这些问题的回答 没有一样的 也捏不到一块去 重点不在理论 而在于去做 用自己的思想 去包容人情事事 他自己的三条回答 都是平常话 对于人和自然 人要把自然看成伙伴 征服的姿态 一定会有恶果 对于人和人 尊重社会的准则秩序 对善良之人 抱以真情和忍耐 对于自我 努力去除情感中的杂念 他在90岁时说 我是个呆板保守的人 工作就是爬格子 我只能保证 我写出来的东西 没有假冒伪劣 读了之后 能让人爱国 爱家乡 爱人类 爱自然 爱儿童 爱一切美好的东西 我活得太累了 但休息是不可能的 只能向前走 向前走 那么 我们最后一起来看看 在纪献林的 98岁人生旁边 开出的一列 什么样的感悟清单 确实没有什么高深道理 只是他奉行的准则 人生的起点 肯定不一样 然而多知道一些 就多自由一些 我们总是要穿过糊涂 才能逐渐明白 生活的意义 就是完成 这一代人 该负担的责任 要做事 就要追求 彻底的认真和真实 在其中去确立 人和自然 人和人 人和自我的关系 与人相处 真情和忍耐之外 要反求诸己 想想换成自己 能不能好到哪里去 纪献林谈古印度语言 我们听不太明白 但他说人生时 我们都懂 然而这些道理 要认真彻底的去做 才行 说了这么多 对于该怎么评价他 你一定有了自己的答案 纪献林说 如果真有个人 人人都说他好 此人一定是极端圆滑的人 他拒绝了社会 给他的美誉 除了性格朴实 较真 也是种智慧 追逐虚名的人 大概没怎么想过 德不配位 名过其实 实在也是灾难 人的才德和社会地位之间 需要大致平衡 名誉地位太低 容易变得愤世嫉俗 性格乖张 但太高 且不说会成为众矢之地 心里也会逐渐变得 既极度自大 又极度自卑 越来越不正常 一般来说 社会地位 稍低于真才实学 个人的欲望 低于实际能力 是最适合 保持自在平和的 人们觉得谦虚和低调 是明智之举 原因就在这里 说起来 又何必追求 不了解自己的人 来夸自己呢 他们也夸不到点上 以上就是本书的精华内容 你还可以点击 音频下方的文稿 查收我们为你准备的 全部文稿和脑图 你还可以点击红包 把这本书 免费分享给你的朋友 恭喜你 又听完了一本书